那希望新生的部分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108页184则 108页184则 题目是痛苦真正的原因 痛苦真正的原因 那我们也是一样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始 希望大家真实的洞悉到 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过得这么痛苦 是不是没遇到好的人 没遇到好的事情 还是自己不会快乐的方法 如果是不会快乐的方法 那么可以学如何快乐 可以练这个心 让他学会朝着快乐的思路去 其实一开始啊 我觉得一开始前面这两句话 就有很大的值得我们思考的空间 老师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真实的洞悉到 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过得这么痛苦 老师用的是洞悉这两个字 而且这个洞悉这个动作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希望你在很痛苦的时候 你能够洞悉到 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这么痛苦 所以这样的一个洞悉这种动作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好 每个人都想说 我很痛苦的时候 我也希望我能够洞悉痛苦的原因 彻底的解决他一劳永逸 大家都在这样梦想的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边讲的洞悉呢 你有思考过吗 来思考个几秒钟 不要等我直接给答案 我以前的经验都是这样 我学习的过程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老师跟师父都不直接给我答案的 师父也讲 太早给你答案呢 其实不见得对你有好处 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 透过认真思考呢 主持常常讲嘛 御令学者私而得之 你自己有一个认真思考的努力在 然后你再去听到答案的时候 你自己的体会跟理解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洞悉 在痛苦的时候 能够洞悉痛苦的原因 这个洞悉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样让它发生 关键在哪里呢 我觉得关键是 你要突破自己原有的业力 你才能洞悉 你要突破自己原有的业力 你才能洞悉 如果勉强讲一个屁股像什么呢 比如说 广论还有经论上面会跟我们讲说 恶鬼因为他的业力所感 人看到的是一条清脆的河流 他看到的就是干枯的河床 沙漠 所以可能人看到河流很高兴 在那边玩水 在那边喝水 恶鬼怎么就会觉得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水 好渴 到处都找不到水 好渴 这时候他需要一种洞悉 洞悉的力量是什么 洞悉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能够突破他自己原来的业力的限制范围 能够突破他自己原来的业力限制范围 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看到更深刻的真相 能够更全面的看到自己真实的处境 所以讲到洞悉 就是要突破自己原有的业力 你才能够洞悉 业力怎么突破呢 业力怎么突破呢 原有的业力的限制怎么突破呢 再想几秒 好 一定要让你们想 直接跟你们讲 就是很顺的白话文 这样一路下去 你听了也很顺 然后就什么都忘掉了 好 业力怎么突破呢 记得业的主体是思维 业的主体是思维 你要突破你原有的业力呢 你一定要改善你的思维 那最好改善思维的方法是什么呢 清净善事听闻正法 清净善知识 文思正法 好的思维从好的听闻来 常常跟大家讲这个概念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啊 讲说 我们不是希望我们生命偶尔就一次洞悉 两次洞悉而已 然后其他时间又还在昏睡当中 希望你在每一次痛苦的时候 每一次快乐的时候 你都能够洞悉 痛苦跟快乐的原因 然后能够真正持续的往那种 真正能够离苦得乐的方向 制作叫他努力 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你需要 持续的产生这种洞悉的能力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最好 对着任何境界的时候 都记得两个要领 一个是如对圣言 一个是听闻鬼里 好 我们需要我们对的任何境界 都能够得到这种突破原来 业力限制的这种加持 能够产生这种洞悉的力量的话呢 面对任何境界 记得第一个 如对圣言 师长佛陀的法身 便一切实处 此时此刻 师长佛陀的法身就在 就在加持我 就在教导我 就在启发我 你永远要意念这一点 你就容易得到加持 然后呢 听闻鬼里 把广论上面讲的 如何好好听法的 听闻鬼里 拿出来练习 拿出来用 而记得 不管是老师的开示 还是师父的开示 已经讲过很多次 听闻鬼里 是在任何听话的情况之下 你都可以用 任何听话的情况之下 你都可以用 所以以前师父有讲 汉地主是有一个筋肉和尚 他甚至是听到 那个卖猪肉的 跟家庭主婦在吵架的时候 然后一生气 拿那个刀 把那个猪肉剁成两半 就那个刀剁成两半的那个声音 他听到就开悟了 所以 听闻鬼里跟儒对圣言 是一切实处都可以用的 你把它慢慢练成习惯之后 你就比较容易 在你生命里面产生这种 甚至是 源源不绝的这种 洞悉的力量 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 后面 老师说 是不是没遇到好的人 没遇到好的事情 还是自己 不会快乐的方法 然后如果 如果是不会快乐的方法 可以学 可以练 那大家就会很好奇 那快乐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你们会不会很想知道 快乐的方法 好 那 要叫你们想了 好 快乐的方法跟谁学呢 当然跟那个有全面完整认识的佛陀学 快乐的方法当然是跟有一切自制的佛陀学 佛陀就会始终强调 苦乐不是由外境决定的 是由我们所造的业决定的 那造业的关键是什么 造业的关键是什么 学广论同学都知道 造业的关键 就是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用心 而 你的思维方式 你的思维方式会决定你的动机跟用心 你的思维会决定你的动机跟用心 好 所以呢 老师才会说 学习如何快乐的方法是训练这个心朝向快乐的思路 你们看老师用思路这两个字 现在知道为什么老师会用思路了吧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真正主宰我们快乐与否的关键是我们造的业 业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用心 然后什么东西会决定我们的动机跟用心呢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思路 所以老师才会说学习如何快乐的方法呢 是训练这个心朝向快乐的思路 所以其实老师每一段开始不管在希望新生还是在心之勇士里面 讲的是很平易近人 好像你听听就觉得都很懂 实际上你要用教理仔细去观察老师讲的话 这样你才会有更深刻的思维跟收获 这点很重要 好 所以呢 所谓快乐的思路呢 一定就是造善业的思路 那造善业的思路怎么来的呢 一定是从你如法的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当中得到的 那你在如法的听闻的时候呢 一定有你对师掌佛陀的皈依跟意念之心 所以再说一次啊 快乐的思路呢 一定是造善业的思路 造善业的思路怎么来的呢 一定是你如法听闻的时候得来的 你如法听闻的时候呢 你的内心当中 在你如法听闻的当下 你内心当中一定有对师掌佛陀的皈依跟意念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然后最后呢 是勉励大家 就是佛陀也是这样讲 因为心是没有自信的关系 心没有自信的关系 所以呢 愚痴烦恼无名都不是心的本性 心是没有自信的 无可奈何也不是心的本性 所以换句话讲 就是因为心是没有自信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的心的本性 是可以跟所有的烦恼跟苦因分离的 分开的这样 我们的心是有能力 对着任何境界都可以 转苦为乐的 转苦为乐 关键就是 像老师讲的 你要不要学跟练 这个如法思维快乐的思路 学跟练 如法思维快乐的思路 所以呢 这种如法思维的快乐的思路 最有名的就是师父常常讲的 在广正录音带里面常常讲的一个思路 很多老同学应该很熟悉 师父说什么呢 就是因为老病 所以我才更要努力的去种乐音 就是因为老了病了 所以我才更要努力的去种乐音 我更要努力的修行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哎呀老了病了 还是外在的环境有什么打击啊 好那好像我就 我就消沉了 我就没能力修行 我就承认我自己没能力修行 我自己也放弃修行 可是师父的快乐的思路不是这样 师父是反过来 就是因为老跟病了 我体会到生命的苦啦 我就是因为体会到生命的苦 所以我更要趁我 还有力气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力气 还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呢 我要努力的种快乐的音 我要努力的修行 你仔细想 这才是真的能够想通的正知见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快乐的思路这样 好 所以呢 就是因为穷 我们可以依此类推想 就是因为穷呢 所以我才要努力的供养跟布施 乃至于说 我真的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金钱 可以供养跟布施的时候 我随喜别人的供养跟布施 可不可以 我没有物质 没有金钱 可以供养跟布施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布施给人一个笑脸 然后我可不可以把我知道的正知见 跟别人分享 因为都说所有的供养当中呢 正法供养最出胜 所有的布施当中呢 正法布施最出胜嘛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那个快乐的思路 你那个积极的思路 我越是感受到生命的痛苦的时候 他就会越提醒我 我要用剩下来的生命 努力的重乐因 努力的修行重乐因 以后我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有希望 我现在之所以那么难受 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苦 我就是因为不想要苦 所以我当然要重乐因 顺着施党佛所讲的这些业果的道理 你就会找到那种真正正确的快乐的思路 恶业种子先干过 反而就是你在痛苦这种不容易的环境当中 你坚持想到 施党佛陀教导给我们的这些 善法的内容 善念的内容 然后你又坚持行善的话呢 反而容易让你过去的善业种子先干过 这样子其实命运的改善才会比较快的来到 像这种快乐的思路 就是老师讲的 要学而且要练 要学要而且要练 否则一个凡夫就一天到晚被自己的感受困住了 越是受苦越不懂得去重乐因 让自己更深的献力在苦里 那多可惜啊 那多可惜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